这件米内小鲜肉最终被男友刀刺十四想,怕他不死,还开车撵过去。 这是为什么呢? 听说,这世上有一种人,善良的没边没眼儿,就像今天的主角凯瑟琳·哥罗斯,简直就是个赏白田。 2017年那起要人命的案子里的受害者,算是把这世上真有傻大胆好人给坐舌,可他男的集聚也给赞提了个醒,对人善良也得长点心眼。 凯瑟琳的死,那可不是啥意外,纯粹是被他爱着的那个男人,也就是他自本以为也爱着他的男人查理马龙。 那家伙有严重的暴力倾向,生活方式黑得不行。 凯瑟琳竟然眼瞎视得视而不见,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能把他从歪道上拉回来,给他的一个大改造。 而且这事,就在他把马龙从监狱里保释出来几个小时后。 咱先来认识一下案件的主角,凯瑟琳1973年8月16日,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据说这姑娘把小就是个傻善良专业户,尤其是在照顾他弟弟颗粒的时候。 不过,他这日子过得可没那么顺风顺水。 凯瑟琳的弟妈在他小不点的时候就离婚了。 这事哥一般孩子身上的不得受老大创伤啊, 可凯瑟琳没让这事给压趴下, 还把头扬得高高的,确保弟弟能熬过父母离婚这一关。 甚至还和继母建立起了一种充满爱和尊重的关系。 之后,凯瑟琳决定把过去那点破事给扔到后脑梢去。 虽说诺杉矶是个长大的好地儿, 但他想离那个破碎的家远远的。 于是就屁颠屁颠地跑到了亚利桑那州, 在那儿上了大学, 最后成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幼儿园老师。 他对那些小孩的欣慰那时总能看到别人优点。 这估计就是他为啥没瞅击马龙那副丑额嘴脸的原因。 再瞧瞧查理马龙, 1989年, 出生在亚利桑那州威廉姆斯, 这家伙暴力前科一鲁匡, 对无辜的人那时下得却狠手。 说不定他和凯瑟琳最后能凑到一框, 就是因为他俩都经历过家庭破碎那档子事。 但他的故事就和凯瑟琳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马龙这家伙老我是跟法律过不去。 而且巧了, 他的继父还是警察局长亨利尼克松。 亨利对他这个不审心的祭祀, 那是相当无奈。 这种紧张关系, 最后导致马龙17岁的时候就趴在屁股离家出走了。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越来越暴力的犯罪行为。 要查他18岁以前的犯罪记录那可难, 因为未成年人犯的罪通常都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不过在2008年1月29日, 他刚成年没多久, 就因为盗窃被抓了个谢谢。 他这18岁生日刚过没几天, 就第一次被逮。 这可说明他压根就不是个能控制住自个儿冲动的主。 这还只是个开头, 他接下来的犯罪生涯那是一路狂飙。 他在监狱里蹲了一年, 接下来的三年精良装得老十八娇的。 但到了2012年4月, 他拉暴力的冲动又憋不住了, 又犯了严重的攻击罪, 还加上了拒捕的罪名, 最后被判刑四年。 大概在2017年6月被放了出来, 他的家人除了他妹妹都跟他划清界限了。 有犯罪记录又有严重行为问题, 马龙这伙的前途那是一片漆黑, 好工作根本就不搭理他。 最后找了个服务员的破工作, 工资少得可怜, 他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再加上他还有毒品类坏毛病, 这家伙估计也就勉强哄得闻倒。 就在这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 也正是这的人最后被他残忍地给弄死了, 把整个亚利桑内州都给争得七荤八素的。 到了2017年, 凯斯林已经成了凤凰城社区里备受尊敬的意愿, 他在凤凰城北格伦戴尔夫基的建筑小学, 有份稳定的工作, 那些小孩都爱死他了。 他有本事让那些小不点觉得安全又特别, 他还从当地的收容所领养了一只狗, 给他取了个名叫阳光, 还一直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不过, 凯斯林也没多少积蓄, 也没多少遗产等着他, 幼儿园老师的工资也就那么一丢丢, 因为老师们夏天通常都放假, 凯斯林就寻思着找份兼职, 挣点外快, 附近威廉姆四镇的大峡谷铁路正好在招人, 他就跑去应聘了, 还真就成功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工作能让他暂时逃离凤凰城的闹腾。 镇上有个叫狂野西部路可的餐馆, 东西好吃, 价格还实惠。 2017年7月10日, 凯斯林去那儿吃午饭, 瞅见一个服务员走路一瘸一拐的, 他这种爱管闲事的主, 就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有啥事。 这个服务员正是查理马龙, 虽然凯斯林当时没和马龙搭话, 但第二天他又跑回来打听他, 马龙那天休息, 但工作人员给了他马龙那妹的电话号码, 他和妹妹的关系还比较近。 凯斯林跟马龙的妹妹也打了电话, 最后两人给联系上了。 马龙比凯斯林小17岁, 大家都说他长得挺帅, 身高接近2米, 比1.7米的凯斯林还高一头。 据马龙的熟人说, 他想迷人的时候还真挺过人, 说不定凯斯林就是被他给迷入了。 当他发现马龙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要拯救他, 他觉得自己能改造马龙, 在他看来, 马龙只需要一个积极的印象, 一个能帮他分辨是非的人。 在接下来的六周里, 好像凯斯林还真在他的目标上有点小进展, 凯斯林一见到马龙就对他有好感。 至于马龙, 说不定他还挺佩服凯斯林的, 甚至因为他想帮自己而爱上了他。 但更有可能的是, 他把凯斯林当成了一张长期饭票, 可凯斯林自己也没啥钱, 但还是想尽办法让马龙的生活好起来。 他在威廉姆斯给他租了公寓, 帮他找了份全职工作。 在他们认识两周后, 拉罗甚至向凯斯林求婚了。 虽然凯斯林没接受求婚, 但可以说他已经被迷得五迷三道了。 但这脆弱的美好注定尝不了, 马龙根本就不是那种能被改造的主, 说不定他一开始就不想被改造。 在认识凯斯林一个孕后, 他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马龙的妹妹是唯一还想和他有点瓜葛的嫁人, 说不定妹妹对他们的童年还有点美好的回忆, 或者像凯斯林一样觉得他们变好。 2017年8月20日, 马龙证明了凯斯林有多傻, 他和妹妹还有妹妹的孩子们一起去坦配自驾游, 开着妹妹的克莱斯勒大劫龙。 说不定他一直在磕那些非法的玩意儿, 因为在旅途中的某个时候, 他开始变得极度多疑。 马龙注意到旁边有一辆车, 在他那混乱的脑袋里, 他觉得那个司机要害他, 这多疑的情绪一上来就收不住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妹妹在策划一个暗杀自己的阴谋,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觉得妹妹要找人狙击他。 旁边那辆车也参与了这个阴谋。 这家伙的除身本能一下子就爆发了, 他马上掏出一把黑色手枪。 他当时坐在前排, 觉得那是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 万一有人朝他开枪呢?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威胁, 马龙抱起妹妹的一个孩子, 放在前排座位上, 自己爬到了后排。 妹妹开始慌了, 意识到个个的不正常, 于是他把车停下来, 但是孩子们下了车, 这让马龙坐到驾驶座上, 然后一脚油门开走。 妹妹一看到哥哥开车回威廉姆斯, 就马上报警说车被偷了。 马龙后来给妹妹打电话, 告诉他车停在威廉姆斯的峡谷俱乐部见面, 还说要是在车里。 据说他妹妹告诉马龙不会报警, 只是想保护自己和孩子们, 但警察肯定是介入了。 这件事发生几个小时后, 马龙从峡谷俱乐部出来, 马上就被警察围住了。 警察让马龙把手举起来靠在墙上, 还警告他要是敢动就开箱。 马龙却还装傻充问, 问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把手枪后, 就把他给逮了, 指控他盗窃车辆, 非法持有枪支, 和在犯罪时持有枪支。 他被关押在科科尼诺县监狱, 保时金定为两万美元, 招头弱的马龙只能给唯一关心他的人打电话, 那个他还没彻底推开的人。 凯瑟琳得着马龙进了监狱, 那叫一个正经, 可是马龙现在最需要的是导师金。 不过凯瑟琳当时没那么多钱, 凯瑟琳唯一能弄到这笔钱的办法, 就是通过保时担保人。 当地的保时担保人汤姆沃森帮了他一把, 但强烈建议他不要帮这个不靠谱的男朋友。 可凯瑟琳根本不听劝, 一门心思地要把马龙保释出来, 想让他改国自行。 凯瑟琳保释马龙是有条件的, 他希望男友忠于他, 承诺做一个好人。 马龙同意了他所有的条件, 并发誓会变好。 可这一切在旁人看来, 那就是凯瑟琳一厢情愿的傻念头。 根据这些条件, 看起来凯瑟琳真的觉得马龙是个安全的人可以在一起, 但同时, 他完全无视了马龙的暴力历史。 他显然是被这个帅气的小仙弱给迷得找不着北了, 而马龙似乎也真的同意了他的条件。 监控录像拍到凯瑟琳晚上8点39分进入大陆, 马龙在10点12分被释放, 然后他和凯瑟琳开车走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人见过凯瑟琳。 在凤凰城, 凯瑟琳的室友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好几天都没收到碰热的消息了。 这虽然不寻常, 但凯瑟琳总是会安排好他的狗阳光, 但这次他没有做任何安排, 这让他的室友觉得事情很不对劲, 就报了警说他失踪了。 10月8日, 也就是凯瑟琳保释他两天后, 马龙在图森被逮捕, 当时他正在用凯瑟琳的信用卡。 在他被抓的几个小时前, 马龙在亚历萨内州立大学突然开始了一场犯罪狂欢。 他在校园里跟踪未成年女孩, 甚至还想闯进一个女孩的宿舍。 当被拒绝让他进去的时候, 据说他狠狠地打了该女孩好几拳, 还把他摔在地上。 接着, 他又偷了另一个学生, 香龙麦克雷的车, 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把钥匙给自己, 就把他的脸打烂, 被逮捕后, 马龙被指控多项罪名, 将被无保时关押。 不知道马龙用这辆车做了什么, 因为后来有人在监控录像里, 看到他开着凯瑟琳的车, 因为他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凯瑟琳的人, 警察把他列为主要嫌疑人。 一个看到他开车的熟人说车里有大量的血迹, 鉴于此,警察开始认为凯瑟琳已经遇害了。 大约在10月9日凌晨1点30分, 马龙在一次交通拦截中被发现, 他被逮捕并接受讯问。 一开始, 他什么都不肯说。 10月13日, 他终于还是撑不住了, 把那些事件全都说了出来。 被保时出越后, 马龙去了克里夫顿一个同游的地方, 离那儿有650米远, 他想在那儿买非凡物品。 等凯瑟琳发现后, 一场争吵爆发了, 这让马龙彻底失去了理智。 这家伙完全疯了。 他用刀在凯瑟琳身上刺了14下, 他身上的防御伤表明他试图刺猬。 马龙还大大不死, 然后开着凯瑟琳的车从他身上撵过, 压断了他好几根肋骨, 最后结束了他的生命。 接着, 他把凯瑟琳的尸体拖到亚利桑内州 小梅尔镇附近的一座桥上, 在他身上撒了几把土就走了。 警察最终找到了凯瑟琳的尸体, 马龙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 审讯不久后就展开了。 马龙并没有否认杀害凯瑟琳的事实, 最终,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这也算是他应得的惩罚吧。 但即便如此, 凯瑟琳也永远回不来了。 马龙这货从一开始就是个定时炸弹, 凯瑟琳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想着去拯救这么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他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就像飞蛾扑火, 明知道会受伤, 还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凯瑟琳的家人和朋友们得知这个噩耗后, 那叫一个悲痛欲绝。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凯瑟琳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怎么就落得这么个悲惨的下场。 而马龙呢, 他却丝毫没有回忆, 就好像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回头看看这起案件, 我们不得不感叹, 一个人的善良, 有时候也可能会害了自己。 凯瑟琳就是太善良了, 他以为自己可以改变马龙, 却没想到自己最终成了他的牺牲品。 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 对于凯瑟琳过分的天真,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